现在呢这个绿营的人士啊为了2020猛打韩国瑜 简直像是一出连续剧啊天天都上演不同的情节哦 而且这些演员们可真是卖力的不得了 尤其呢大家看到了嘛在高雄市议会当中不是有那六小福吗 那些民进党的议员偏偏在那边猛酸韩国瑜啊 甚至还去攻击韩家军哦 今天我们就要首先来谈一谈到底是怎么样来求韩国瑜的 是 其实玉琴你看现在他们除了六小福在示意会头 拼命酸韩国瑜之外 然后外面动员的所谓的绿营粉砖这些人 完全像是当年黄军英的走路沟2.0再版 然后现在以下抹黑说他什么收钱 人家明明收的是平安符 你蔡英文收钱的时候 蔡英文是被人家拍到亲自收钱 收钱结果你们一声不吭 韩国瑜收个平安符 你们要故意去影射他抹黑他 结果韩国瑜这次展现了他当年在台北市议会 直接对抗扶龙王王世间那种霸气 就直接面对面的跟绿营呛吓了 我们来看韩国瑜怎么回答 刚员你咨询语带嘲讽 我非常不能接受 什么叫做宋小超 我们这么多局处分工授权 我为什么要像小学生一样站在这里 你问我诚心的回答就是如此 现在已经市长了就职多少 超过一百天了 我们希望美梦成真 你刚刚说我做了一百天的市长 我想我加一句话 民进党在高雄执政二十多年 在高雄执政了三十三年 我才做了四个月 请坐下 你进党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我承认 但是市长却一问三不知 我感到很心痛 这个问题问到这里 请坐下 我没有一问三不知 我请经发局先回答 这个问题问到这里 请坐下 我还是把我的答案讲出来了 麻烦不要剪接以后扭曲好不好 其实疫情看到很清楚 他们就故意想去办法 各种方式去酸他 然后连旁边的局处长 给他一些提示 他们都不准 然后说你不要再看小超 你要看小超也可以 故意用这种方式去酸 但如果真的要讲看小超的话 当年陈局市长 要怎么看小超的 讲了一分半都回答不出来 我们来看陈局到底怎么做 市长是不是也可以请你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是会是一个 借钱借多最多的市长 也请你跟我们所有市民朋友交代 交给下一届的时候 会没有问题好不好 我们建设的高峰期 举在为了建设 谢谢 那我们会认为现阶段 我想一言你这个我答复 现在是我答复的时间 谢谢 议员现在是市长答复的时间 您的时间 谢谢 我想我跟议员 谢谢 那我现在答复好吗 我想对于我们高雄市 我们依照公债华 高雄市现在 几债还有540亿 比起其他 有人直辖市7年4年 高雄市现在 我们的几债 剩下的540亿 你看 立那议员当时 就是这样执行她 就成局还不是 要等到她的局务长 再拿小超给她 我必须讲一句公道话 其实这个是正常现象 没有一个市长能够记住 所有的细节的东西 所以当然要接受 局处长的一些提示 其实过去成局的时候 常常在议会里头都闭而不打 比如说当年气爆的事件 发生这么大 造成这么多人民伤亡 所以市议员刘德林 我们党籍的 然后他只问说 你到底有没有请按摩师到官邸 成局怎么回答吗 他说我生活很简朴 然后该说明都说明过了 议会质疑都在警方 警方侦察室做交代 侦察期间不知道 能不能在议会答复 所以我跟你讲连我们的议长 许昆元都看不下去 我们来看许昆元当时怎么说 市长啊 你就到老婆了 你 问你看有按摩吗 这样不可以 你什么态度啊 你什么态度 我很诚恳答复啊 32条件不要紧 你什么态度啊 议员问看你有 你有要摸摸 有复复就好 你是怎么 你要找到费 你 市长是怎么做啊 方格尊重的我的骗你 问你有摔摩吗 侦察不公开 你报线你就电视 面对你就说了 这什么侦察不公开 实际上 其实现在蔡英文 有两大敌人 一个党内的就是赖金德 党外的就是韩国瑜 他对自己党内的赖金德 看起来毫不手软 因为最近突然就有媒体 这么厉害 马上就知道赖金德与 八加将八加将立委 就是八会立委 供契师用台南市的 北部办公室来开会 为什么媒体会知道这种事情 难道是蔡英文总统 动用了情治系统 在操控媒体 甚至在调查你的竞争对手吗 其实我看现在赖金德信手 大概是BB刀 但是他对外对韩国瑜 他当然不会手软 比如说他们不是常说 你韩粉有攻击别人干嘛 你那个韩国瑜要去管 自己的粉丝 你要去道歉对不对 昨天不是发生一件事情 所谓的万安演习 蒋万安委员可能有点失言 结果有所谓的粉丝 灌爆了蒋万安的脸书 但是我们一去查 一大堆的都是英粉 根本他们支持蔡英文的 这都假韩粉 是 所以 是真英粉 现在我跟你讲 你看这个人留言叫 蒋万安我要杀你儿子 这是不是恐恶 都喜欢去针对人家的小孩下手 结果这个人被查出来 他又是个英粉 那请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不去管制一下 你们的粉丝 你们为什么不出来 呼吁要控制 不要再做这种反串 栽账嫁祸别人的样子 我想请教你一下 你这种走路光2.0版的 你是不是应该 蔡英文总统 你要管制一下你的粉丝 对不对 你要不要去管好这些人 所以我跟你讲 民进党永远是两套标准 当年黄军英是怎么被迫害 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这个主角当然就是陈菊 可是今天这不是我讲的 是我们林卓水委员讲的 林卓水说什么 蔡英文的头号战将 你陈菊 薪水是总统私人掏腰包的吗 然后现在我们都知道 六小福是什么人 包括李博弈 邱俊宪 简幻仲 高敏林 何全峰 徐乃文这些人 其实还有不止这六个 我跟你讲还有很多 这些人都是陈菊的子弟兵 这些子弟兵当年跟 黄军英的走路工事件 脱得了关系吗 你们敢不敢自己挑出来 讲你们当年在这个 走路工事件里头 扮演人什么角色 然后今天你们是不是打算 用同样的做法 用当年抹黑黄军英的手段 然后再来抹黑韩国瑜 然后我跟你讲 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蔡英文以前有个外号 叫暴力小鹰 那赖清德现在说 请蔡英文总统 你的网军停止抹黑攻击 我跟你讲其实 有人就说赖清德 你是菜虫吃菜菜下死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当年 你也是跟在蔡英文总统 背后的一群 当年记不记得2008年的时候 蔡英文跟赖清德带的支持者 抗议陈云林来访 当时他们两个就坐在这边 看到没有 就坐在一起 结果他们旁边的这些粉丝 或者他们绿营的支持者 一下丢排泄物 一下丢石块 一下汽油弹 攻击警察 造成这么多警察流血受伤 请教一下 这些人你们当初怎么不约束 所以人家为什么要叫你暴力小鹰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不是吗 我们来看最新的民调显示 最新的民调 我跟你讲 在党内自主度来说 这是国民党 结果韩国瑜还是一支独秀 30.4% 郭台铭董事长只有20% 然后王金平院长14.2% 注意人掉到12.9% 看起来注意人越来越被边缘化 韩国瑜的这些度 还是超过30% 重点在这里 他赢了10个百分之 他远远赢过郭台铭10% 10%其实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但如果我们假设是 蓝绿对几万百万的话 韩国瑜是50.5% 差英文只有27.6% 差更多 对 差了20几% 然后如果是赖清德的话 赖清德高一点到34.1% 韩国瑜还是48% 还是赢他10几% 所以不管这些绿营的支持者 你再怎么反串 再怎么抹黑 再怎么造谣 你们的民调就是起不来 扶不起的阿斗 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是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刚才不是才讲到了吗 现在是谁在打韩国瑜呢 议会里面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他们就是所谓的六小福 那这一群人呢 他们现在在议会里面 拼命每天在那里攻击韩国瑜 可是过去让人不禁又想起 好像有那么一个类似的翻版哦 而且今天我们在座的陈丽娜议员 在当年还对此去质询过 花妈城局内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 黄军英老师跟我在同一台车子里面 他两出两条的玉米 他问我说丽娜你吃了没有 那个时间点已经过了中午了 黄军英老师只啃一条玉米 继续后面的行程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相信市长也很认识他 但是呢在他的整个过程里面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当外宪市有其他助选的议员 来这边帮他讲了一句 对市长不敬的话的时候 黄军英老师是到你的竞选总部去道歉 带着一束花 其实有很多的国民党的人 是不支持这件事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所谓的六小福 其实可都是陈举当年 培养出来的子弟兵啊 都跟在他的身边 不知道能不能说吃香喝辣 但是毕竟也都获得了 某一些政治的利益 那丽娜议员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刚才在讲他们在黑寒 那黑寒难道就是把过去 在黑黄军英的那套 重新再搬出来吗 那岂不就变成是所谓的 走路工2.0版了呢 讲到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如果大家有印象 从刚刚咨询的黄军英老师的 故事里头 其实最当时一个最关键的 就是走路工的事件 在那个走路工事件 有一群人就戴着口罩 戴着帽子 然后坐在记者会的前面 完全不敢露脸 有女生有男生 然后就诉说他们有看到的状况 是什么 然后直指就是说 黄军英老师有买票的行为 在这个游览车上面这样子 好 这件事到最后法律也证实了 事实上并非是黄军英老师 那也还给他一个公道了 但是我们对照回去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因为那个画面都还留着 那个记者会画面都还留着 后续有人去对 事实上某些身影 的确跟现在的六小福的身影 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 所以当时的这些 其实比如说 某一些现在已经在当议员的人 当时已经在陈举的团队里头 他们当时的身份是什么我不知道 的确他们站下了汗马功劳 所以在陈举的第二届 就是县市合并第二届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终于有机会 可以选议员了 在选议员之前 有些人是在市府里面 担任一些机要职 现在这些人当上议员 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称六小福 因为当时他提名的六个新的人 从这个市政府里头的这些机要 跟一般以前我们从没见过的这些人 突然间冒上了台面 而且每个人都具有极大的资源 看板数之多的 然后所有的这些文宣品之多的 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新人可以附和 但是这些新人就是有这么多的资源 果不其然这六小福全上了 全上了以后在议会里面做些什么事 就是陈菊在执询 别遇到国民党的议员的 执询的时候 这些议员背后所做的就是 直接在议事厅里面 骂这些执询陈菊的议员们 他们的作用是这样 所以是一个红卫兵的角色 从旁边去协助他的组织 然后去平衡媒体的效果 他们所做的是这些事情 到今天为止 陈菊虽然已经离开了高雄市政府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终于在这个时候 韩市长上来以后 这些人同一套的方式又上来了 连我们的前议长康育成 他的咨询方式都让我们瞠目结舌 因为之前他可能前一届都在当议长 当他下来咨询的时候 他们希望能够营造出一个氛围 让别人看到他们所希望 市长产生的那个形象 譬如说他希望市长被人家看起来是 你就是不懂得我们的市政的部分 你就是一个草包 你对于所有的内容 你是不熟悉 完全不熟悉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导致他们在这个剪辑内容 在所有的通讯软体里面 去传这些讯息 有一个效果在 但是事实上市民没有看到 所有的全面性的内容的状态 所以我在这边也必须要帮市长讲一下 其实市长应该要学一下陈菊 陈菊有很多的时候的回应 是非常的霸气的 甚至当时的议长 就是康玉成议长 很多时候就是直接命令 就是市长你不用回应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我们的许议长看起来 似乎还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硬 那里面的状态 那里面的人 那里面的人 都公众教的 然后按这个来 那么我们的 看起来